好好的直播 各位觀眾 我們目前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台北的濱江市場 那這個部分是屬於市內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有蠻多民眾 都趁著台北風雨比較少的時候 出來採買一些青菜 希望等一下晚一點風雨 越來越大 就可以不用再出門了 那我們小小長也問到了 攤商還有民眾 帶你一起來聽的最新訪問 地瓜葉 還有高綠菜 紅蘿蔔 還有那個叫做什麼 馬鈴薯 洋蔥都有買 可是台風天還出來 是想要通過嗎 也沒有啦 其實也沒什麼風 趕快買一買 也許就不用出去外面吃啦 那你有沒有覺得菜炸好像變不了 有欸 那時候哪一個貴分 哪一個最多最多島我不知道啦 但是多比平常貴一點 今天人比較少多 因為你你下大雨 人比較不喜歡出來啊 菜如果漲價的話 做生意的也會很難接受啊 好 那麼根據我們的掌握 攤商就告訴我們 像是以梨山高麗菜為例 過去在杜蘇瑞還有卡努 台風之前的菜炸 大概一斤是40塊 那目前已經漲到了55塊 算下來漲幅大概是超過了三成 那其他比較容易泡水的 像是有A菜啦 高麗菜或是小白菜這一些的菜價 也是有波動 至於像是一些瓜類的苦瓜 小黃瓜 多少漲幅都在一到兩成之間 台上就告訴我們 希望雨勢不要太大 不然呢這個損失恐怕是難以估計 那你也可以聽到民眾他們 其實都是趁著風雨比較少的時候 趕快來囤貨 因為根據氣象局的預估 整個北台灣的風雨呢 會呈現越晚越大的趨勢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 出門在外採買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 巨多加留意資深的安全 那麼以上就是在 冰彰市場的進行情形 我們再把時間盡頭 還給鳳妮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